武汉历经76天的封城 终于在4月8日临时解封 不仅恢复对外交通 当地民众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 不过重启第一天 还是发生了很多小插曲 比如支付宝上武汉预约结婚的APP会办 就因为使用人数太多 访问量过高 导致系统直接当机 支付宝表示 武汉解封后 当地结婚预约访问量是以前的300% 预约的人数太多导致超载 这才造成当机 系统很快就恢复正常 多刷新几次就可以了 除了预约结婚的APP 支付宝还有新生儿众名查询 众名查询等APP 网友们看到这件事纷纷表示 遇到对的人 就赶快结婚吧 几十六天的等待让彼此更加坚定 经历过这一次会更加珍惜彼此吧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爱就应该在一起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武汉封城这么久 大家原本的计划被迫改变 逐渐这样的情况很正常 不需要过度解读 离婚的猜想也不比结婚少 长时间相处 各种家庭矛盾都出来了 生活重启之后 不管红是白是都的排队 再正常不过 博会办事湖北民众 很常用的小程序 不仅能预约结婚 还能办理交通出行 社会保障 公积金等等 从4月3日开始 武汉的婚姻登记机构 就恢复办理婚姻登记了 著有情人终成眷属 TILDA 延伸阅读 来源网络资料